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愛美是人的天性 但是愛美要有技巧的 那麼我們在上一節節目 我們談到了臉部的保養 我們今天要來談談 我們臉部以下 各個部位的保養要怎麼做 來歡迎今天的三位專家 美麗超家人計畫 當然是從頭到腳 我們都要來注意 請問一下瑞琳 一般妳周遭女性朋友 跟妳自己最在意身體的 哪一個部位 以我來講 我在意的是我的腰部 肚子 還有我的小腿 對 我比較不太在意我的胸部 妳幹嘛妳們笑成這樣子的 小朋友 我忘了側身 我比較不在意我的胸部 所以妳特別在意腹部的原因 是因為它特別不容易減對不對 對 而且妳做很多很多運動 妳做完了之後妳只要少做 就說妳不做了 它就回來了 妳做了 它是暫時扁平 就算妳用什麼 比如說藥物來做達到 比方上個廁所 它雖然平了 吃完東西 喝杯水 它又回來了 是 好 所以羅醫師 請問妳周遭的女生朋友 妳有關心過 他們這個部分的問題嗎 的確 在門診的當中 像瑞琳提到 他們患者說我的肚子或者側腰部 比較肥腫 肥胖 因為現在工作的問題 就是久坐久站 所以它的腹部肥胖的機會 就比較大 的確像這樣 不過現在女性 也對蝴蝶秀 我們小腿的問題也是很在乎 反正全身從頭到腳 女孩子都是很在乎的 是 都斤斤計較 對 因為我們身材如果像樹尾這麼好 我們都不用在乎了好了 這個也是需要 我們有訓練 有飲食控制 是 對不對 也有睡覺 是 也有薯條都不吃 對不對 更重要的是主持健康好簡單 所以要維持很好的形象 真的 就像營養師每個都好瘦 不然要砸自己的招牌 我們保持一地的身材是職業道德 所以請大家用十分計來看我 我真的很小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 胸部發育不均 第二點 手臂可能有蝴蝶秀的問題 第三點 腰部 水桶腰 第四點 腿部 太多兔子跟在後面 很困擾 蘿蔔腿 胸部的部分 太大太小 可是其實每一個人的 對自己的標準不同 怎麼樣是胸部不均 一般來講胸部的比例 通常在發育的時期 十二歲是開始 十二歲是開始 有的人是發育的是左邊 偏一邊的 一側發育比較快 有一點快 另外一個是你慣用的手 譬如說你偏右 偏左 有的人是偏左 偏右 我們都是大小臉 每個人都是大小眼 每個人都偏心 事實上連胸部都有 偏左 偏右的現象 對 運動量比較多的那一邊 相對的它的胸部會比較發達 這個很自然 跟我們的手 你用多的那一手 相對的會比較大 是 OK 所以這個不均這個問題 其實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 很普遍的 我們要在幾歲的時候 比較能夠有這樣子的發現 就是發現好像不太均衡 成熟的花育 以二十歲左右 就像我們的臉部花育 大概在十八歲 那麼在胸部的花育 是在二十歲的上下 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平穩點 對 OK 好 請問瑞琳 你沒有這個困擾 但是我旁邊 我碰到兩個案子 胸部不均 一個是在我結婚之前 結婚之前有一個同事 她真的是 我們有一次出差 共住一個房間 我才知道她胸部不均 我再看起來都好傲人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有時候她穿胸部大 就是說胸部均勻的人 穿起來衣服真的很挺 我坦白講 結果那時候我們女生沒關係 她衣服脫下來 然後跟我講 她就給我看 她說 瑞琳 其實你看 我們胸部大小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她拿什麼給我呢 她從內衣 有一個有襯墊 有一個 還有是3D的襯墊 有一個是完全是沒襯墊的 那我又覺得說 跑醫藥沒關係 我看她真的是大小差 非常地多 那她說她這是天生的 她說她從高中時期開始 這個胸部就一直維持 這樣的狀態 好 那第二個例子是 剛好在我生產的時候 我旁邊那一床的媽媽 好 她生完孩子之後 我們後來我們有再去看她 大家都會抱孩子 去串門子 結果她有跟我講說 她餵完奶之後 斷奶之後 她的胸部突然有一個 就萎縮了 然後另外一個還是正常的 那我說她萎縮 真的 萎縮是在左邊 她右邊比較發達 那可能有點符合 剛才楊院長講的 她的胸大肌一直在用這邊在 譬如她就這樣抱孩子 用這個力量的方式 所以她這邊都沒有什麼問題 而這邊我看得出來 它有點像布袋這樣子 往下垂了一點 所以在中醫的部分怎麼看 如果是胸部不平均這個問題 的確 我們在中醫 在古人認為 它就說 乳頭屬肝 乳房屬胃 就是說我們現在也發現 你情緒壓力大了 你的乳房的發育 可能就比較會受到影響 還有你的飲食不均衡的時候 你可能腸胃消化比較差的時候 你的乳房也會比較小 像國外他們的飲食高熱量 感覺它就是乳房比較豐滿 所以很注意我們的飲食 跟我們的情緒壓力 我們中醫有一些 對這種乳房的這種發育 還有它的平均是有幫助的 我可以來推薦 我們可以做一種 呼吸健胸法 你可以用自己兩手 呼吸就可以健胸 對 它也是類似我們楊院長 提到的按摩 跟鍛鍊我們的胸大肌 你可以隊長 兩手隊長 像拜佛的動作 它有點出力的感覺 頭稍微上仰 兩手隊長 你發現你會鍛鍊到 而且甚至手肘 會有點抖的感覺 你會鍛鍊到你的胸大肌 這是有幫助的 對 看楊院長說按摩 可以用我們的 古人是用梳子 我們現在也可以用手對不對 都有膠 可以用梳子對自己的乳房 從四周向乳頭中間來做按摩 梳子耶 梳子 傳說當中的梳乳法 對 梳乳法 不能叫梳乳法 什麼梳子都可以嗎 當然不能煎的了 對 梳乳 有兩個重要的穴 各位上班當中 也可以來常常做按壓 也是滿好的 第一個就是 彈到哪裡 你在兩乳之間 就說彈中穴 上班按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對 兩乳 所以按這邊 你就說為什麼按這邊 為什麼不會奇怪 就是說你氣不順的時候 你就覺得真的很悶 所以我要跟這個 現在來上班 是不是因為上班很悶 那什麼胸部會發育得好 所以叫彈中穴 還有叫做一個 這都是古人在認為 豐胸 乳根 在乳頭的下方 兩個齒頭的地方 在肋骨 對 可能也會各位 按到自己的乳房 所以都可以按 這都對你的胸部的氣血循環 還有淋巴循環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三點就可以來做個按壓 彈中穴跟乳根穴 好 然後就是疏乳 按摩 呼吸之外 還有茶飲也可以有一些幫助 是不是 是 我們最常常 我們常常用到的就是這個 黃旗紅棗 中間叫補氣補血 各位可以再加一個叫做通草 通草就是交通的通 甘草的草 不過這個最好在專業醫師 它可以對我們的補線的暢通 是有幫助的 對我們乳腺細胞 乳房的微循環都是有幫助的 不過這是屬於藥物 盡量不鼓勵各位直接去買 中藥材來煮水喝 各位可以來看中醫 尋求來對你的這種氣血的調理 尤其是女孩子對調筋 因為筋調得好 你的復刻就會好 復刻好 你的乳房的發育就比較健康 羅伊斯 我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 因為大部分都說吃青木瓜 有助於豐盛 青木瓜燉排骨 對 然後 沒有用的 對 不是 可是 可是你不能打翻一竿子 因為現在市面上 很多是那種青木瓜影有沒有 然後它都找胸部大一點來代言 那我就沒有辦法 只是我是說 因為像以前我們是這樣子去燉的 去特別去找青木瓜 有時候找不到 媽媽還會去隔壁鄰居 跟人家討伴你知道嗎 然後去燉 不管燉排骨 燉什麼 然後就是說 它可以有滋養豐胸 還有有乳腺那種有沒有 暢通 對 那我不曉得我說是真的嗎 還是如果說像這種青木瓜 萃取飲是不是也是有效 強調說 乳房屬這個胃 胃就是你的消化系統 因為我們知道木瓜裡面 很多這種酵素 尤其青木瓜裡面的酵素比較高 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飲食均衡 逢在鷹 咯 哇 我們 應